臺灣首府大學因為財務持續惡化 校董事會沒有籌措資金 挹注學校 被教育部認定 無法維持教學品質 應校方下學年起停招 並且要求校方要協助學生安置 以及轉學 看著畢業證書心情複雜 好不容易念完四年書 剛畢業證書卻馬上變廢紙 被列入專案輔導的臺灣首府大學 因財務持續惡化 且校董事會沒依照教育部指示 籌措資金挹注學校 被認定無法維持教學品質 維護師生權益 教育部日前命校方下學年起停招 消息一出讓學生很錯愕 台首大六十九名教職員將會依私校法及退場條例保障權益 至於下學年的新就生約四百多人 教育部則要求校方協助分發 轉學 目前已確定遠東科大嘉南藥理等校院協助安置 學生他願意接受分發的這個前提之下 可以適度的協助學生在今年七月三十一號之前的話 來辦理分發的說明會 以完成的學分到家藥 可以依照規定來抵免 未完成的課程呢 我們會依照首府的課程規劃 或者是專案的課程 遠東籍家藥表示會以保障學生權益優先 協助學生順利畢業 但隨著嫂子化而出現招生等問題的學校 不只台首大 六月低調舉行完 最後一屆畢業典禮的嘉義協制工商 教育部十四號也證實 該校已獲核定 下學年起停辦 董事會也決議將校地校產 無償捐贈中正大學 記者溫正恆 陳煥與許正俊 台南嘉義報導